美少女无欲中在古庙带会一个厉鬼 本以为是厄运缠身 却没想到厉鬼帮她在运动会绝地反杀 还给了笑花一双可以看透男人本性的双眼 今天某尾给大家带来一部奇幻喜剧电影 开心鬼 在一个名叫魔鬼沙滩的地方 一群美少女正在这里露营烧烤 对面是几个文讯跟来的小伙子 这几个人是绞尽脑汁想要吸引这些女孩的注意 可是女孩们丝毫不为所动 到了晚上天空突然下起大雨 女孩们的帐篷还被大风刮走 无奈几个女孩只好到一个古庙避雨 不久男生们也赶了过来 众人安顿下来之后 有个男生提出讲鬼故事活跃气氛 原本男生们是想吓下女生们 结果几个男生看到女生背后有鬼影飘过 被吓得四散而逃 一段时间后雨终于停了 大家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女孩轻轻拿起庙里的一根麻绳 捆着行李跟上了大家 回到学校发现这个麻绳上居然附着一个鬼魂 这把轻轻吓了一跳 那鬼说自己是清朝上吊自杀的猪榜眼 而且他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轻轻把那个麻绳带过来的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还给轻轻表演起了法术 然后他请求轻轻能把麻绳送回去 轻轻答应他在明天学校运动会后就送他走 次日猪榜眼跟着轻轻来到运动会场 已死多年的他 看见现代的生活那是好奇心爆棚 但倒霉的他却总被蓝队的一个运动员打到 猪榜眼仔细一瞧 发现这个蓝队正是轻轻所在红队的最大对手 来劲的他开始给蓝队的人使坏 跳高的时候弄断别人的撑杆 跑步的时候还拉着别人不让过终点 同时他还帮助红队 在跳远的时候拖着运动员撑杆的时候扶着杆子 就这样原本落后许多的红队最后获得了第一名 看见榜眼能帮这么多忙 轻轻又不想送他走了 还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认识 晚上学校举办联谊晚会 猪榜眼给轻轻的笑话朋友施法 让他的双眼能看清男生的本性 这样就不怕找到坏男人了 晚会的主持是一个保守固执的修女 这导致整个晚会十分无聊 在轻轻的要求下 猪榜眼把修女弄到了厕所睡觉 整个晚会的气氛瞬间嗨了起来 连他这个鬼都忍不住跳级舞赖 在这良好的气氛下 校花也和榜眼选中的男生亲密起来 次日轻轻和榜眼正在打球 期间说想让他帮忙考试作弊 哪知榜眼最讨厌作弊了 结果轻轻生气要送走榜眼 出发的路上 轻轻看见校花和他男友吵架 过去了解之后才知道 校花已经怀孕 但男友又有了新欢 生气的榜眼跟着校花男友身后 把他狠狠修理了一顿 直到他承认错误 跪地求饶才放过他 第二天在考场上 榜眼还是拒绝帮助轻轻作弊 同时还和轻轻的朋友花花争执 让他背叛作弊离开考场 这让花花十分难受 甚至都要跳楼了 危急时刻还是榜眼失法了 才救下了花花 众人到了花花这里 询问他为什么要跳楼 原来花花的父母对他的期望特别高 这次考试被抓作弊 让他觉得无脸面对父母 听到这里榜眼突然大哭了起来 他坦白道 他根本不是榜眼 官帽都是偷来的 原来在16岁那年中过秀才之后 继续考了十几次都没有高中 考到最后 父亲死不瞑目 老婆跟人跑路 最后忍受不了 才去庙里上吊自杀 朱榜眼用自己亲身经历 劝导着青青等人 终于让大家重新露出笑容 但是最近一系列奇怪的事情 引起了校方的注意 修女在青青几人回宿舍的时候 抢走了麻绳 在青青等人打算反抗的时候 绳子已经被烧掉了 看着这一幕 大家都很伤心 但没想到朱榜眼并没有消失 他告诉青青几人 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 内心多年的怨气已经消失 现在他打算去投胎 临走之前还对青青说 你要在运动会上靠自己赢一次 朱榜眼走后 青青开始加倍努力的训练 到了第二次运动会 青青凭自己赢得了冠军 花花也当上了老师 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小花跟那个男生终于结婚了 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看这个发际线 怕不是朱榜眼投胎吧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